11点39了各位 10点不是10点对不起 10月9号11点39分啊 跟大家说说山西啊 最近山西闹灾了啊 山西的此轮的降雨 持续时间长强度大 连老辈人啊老年人 岁数大的人都说这辈子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雨 玉米豆子骨子等秋庄家 凡是没收回来的都烂在地里了 农村不少房子都裂口子了 有的垮塌了 甚至造成了伤亡 很多是外面大雨滂沱 里边小雨连绵啊 就是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啊 房屋质量都不好穷啊 谁说中国全面脱贫了 穷的人多了 就我周围在北京 那我周围的邻居好多人 呃吃不上饭倒是不至于 但是真的是不富裕啊 人们彻夜难眠啊 这两天开始急速的降温了 如果不能尽快的种上冬小麦 来一年的夏凉 哎 抱歉 来年的夏凉都会成问题啊 黄土山西也是黄土高原嘛 黄土已经炮软了 到处都是断路和塌方 等明年开春解冻后 难免不发生地质灾害 今年冬天将会奇寒无比 这么大的灾情 在热搜上连个炮都没有 连冒个炮都没有啊 还没有北京环球影城的 微震天 吸粉呢 吸粉 过去我们说的吸粉 是指的吸毒 是指的那个抽大烟啊 现在说的吸粉是吸引粉丝啊 除了山西人 以及在外地的山西人 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灾情 尽管如此 山西还在承担着 给十余个省份的煤炭的供应 现在啊 山西的洪水 把大桥都冲垮了 铁路已经处于悬空了 中断运行 地基 路基都给冲煤了 上面就那铁轨都悬空了 楼空了 平遥古城也多处被大水浸泡 有的地方呢 城墙都都倒塌了啊 这个平遥古城 我去过一次 是2007年啊 陪着我的一对客户夫妇去过 回来从山西太原回来的 做的软卧啊 因为买不上票 做软卧 这个9月初嘛 赶上学生潮啊 然后遇到了有一对夫妻 说是在总参工作的 他们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女同学 没等毕业就给挑走了 挑哪去了 挑夜见英那去了 干嘛去了 当干闺女去了 干闺女是干嘛的 是吧 他们后来说 那两人跟我聊 说我们同学后来都知道那女的干嘛去了 是吧 然后这个平遥古城确实有好多古迹 光那里边那院子 是吧 其实共产党来了之后把全国绝大部分的那个城墙都给扒了 不限于平遥和北京 很多地方都给扒了 所以实际上要不把那些城墙拆毁 现在中国的旅游资源是今天的得几十倍几百倍都不止啊 山西的朋友们啊 你们多多保重吧 现在不过我是看了 倒是没有河南的那么严重 河南的这个 这个这个前一段的那个郑州那一带的 确实死了至少几百个人吧 啊 但是美国的那个亲大陆的亲亲共产党的那个河南同乡会不是说死了两万六吗 是吧 也有人说光那一个隧道就死了上千人 那个金广铁路隧道到底死了多少不知道 现在官方说死了三百多 然后国务院派了一个调查组去调查了 现在也黑不提白不提了 这就是中国哈 中国是一个很奇葩的国度 啊 什么东西到中国都变成一个黑洞 就给你吞噬掉了啊 没办法呀 朋友们 是吧 我们生在伟大的中国 是吧 我们只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是吧 历代的啊 这个中共的领导人万岁 万万岁